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消息说新增大约13宗确诊 57间检测中心今天开始延长三日运作 梁君彦说希望全体议员延任多一年 但认为民主派议员应该清晰交代是否留任 各位消息说本港新增大约13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今天开始延长三日至下星期一 检测中心减少至57间 至今累计超过162万人完成采样 有学生在恢复面秀课堂前来检测 传闻检测来到第12日 上均测上德社区会堂是57间仍然提供服务的检测中心之一 这里早前经常预约额满 不过今天截至中午 网上登记系统显示 还有多过一半时段可以预约 有学生在重返学校之前预约了来做检测 因为已经感染到所以就过来做 今天星期六日早上就会少人一点 过来做的话会快脱一点 因为要上课就没什么时间来去检测检测 也有市民避开多人的日子选择在增末里 早前看到人排队要等很久 总之多人聚集就有点担心 今天家人流都不算很多 有市民来重复做检测 说是上一次检测之后 收到当局短讯回复说条马出错 根据数字在计划开始第三天 最多人接受采样有大约19万2千人 9月5日之后每日检测人数就逐步回落 星期五有大约9万6千人采样 是人数最少的一日 至于仍然运作近的57间检测中心 当中有11间是学校 教育局早前就公布 9月23日起 各年级将会分阶段恢复面秀课堂 而在检测计划完结之后 当局将会为相关的学校 进行全面深层清洁消毒 报线电视记者邓文康报导 本届立法会因应选举延期 将会继续履行职责不少于一年 民主派议员对留任未有共识 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希望全体议员移任 令到议会有足够多元的声音 立法会行管会决定 行造满四年任期的议员发放约满酬金 延任一年就再有另一笔约满酬金 另外会有一笔结束议员办事处的开支 如果议员决定不延任 要在9月30日之前通知秘书处才可以拿 对于有民主派议员考虑拒绝延任 但就说不会主动请辞 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希望他们清楚交代 梁君彦希望全体的议员留任 人少了的造作都困难一点 我都希望大家基于现时我们有逆境 我们的经济是回归之后 未试过这么远的 也都是需要一段颇长时间之復原 需要更多议员、政府、市民 大家合力去建议去解决我们面对的困难 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 会不会影响议员在立法会内的发言 梁君彦就相信 不会削弱议员监察政府的空间 有些口号可能涉及分裂天赋国家等等 其实如果一些民主派议员 到时在议会里喊下这些口号 或者展示这些标语 其实你会不会叫他们停 或者他们会不会有机会违法 到时是怎样呢 究竟我的事实情况是怎样呢 我都会根据我们的一般的议事规则里面去处理 至于香港有没有三权分立的争议 梁君彦说《基本法》是清楚地列明 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是互相制行、合作和监察 而相关的文献也都看不到三权分立的字眼 母亲电视机者关口为报道 天气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 部分时间有阳光 今晚大致多云吹微空 一点钟气温是32度 相对湿度67% 雷暴警告生效 空气质素健康风险 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 路边监测站是低 展外线指数是10 强度属于甚高 新闻报道完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